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港台演艺圈迎来巅峰期 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质明星 比如以林青霞、王祖贤等人为代表的女神 还有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一众男神 他们释出浑身解数 在演艺圈争其斗艳 给80后和90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人物千日好 华武百日红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也迎来了尴尬期 很多以前很风光的港台明星 压根接不到戏 慢慢走向了落魄 不得不放下脸面 用尽各种办法转钱 1.蓝洁英 蓝洁英出身贫寒 早年生活不幸父母的意义 20岁那年加入TVB 与刘德华一起拍过《真命天子》 和梁朝伟搭档果加油娇妻 内地观众最熟悉他的两个角色 一是大时代中美丽善良 有情有义的罗惠玲 二是大花戏尔里 风情万种的春十三娘 蓝洁英可谓宏极一时 但在大花戏尤后 他却淡出了娱乐圈 几乎不再拍戏 政大人们都快要遗忘蓝洁英的时候 2006年他突然宣布破产 登上杂志封面 接下来就不断有媒体曝光蓝洁英的相片 身材实胖实瘦 神情迷茫 早已没了往日的亮丽 更有报刊披露蓝洁英已患上精神疾病 生活拮据流浪街头 甚至惨到石碱烂菜叶冲击 对此蓝洁英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有人讲他是因为情伤 先后两人男友都因故自禁 也有人说是遭遇了车祸 脑部受伤所致 直到2018年初 蓝洁英才面对镜头 向媒体说出了自己 曾被两位全中大佬侵犯的往事 当年这件不堪回首的事 第二 严重影响了蓝洁英的人生 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其好友曾在接受采访时悲愤之初 蓝洁英当年因自觉不再纯洁 一度轻生 成为他此生无法专注拍戏的诱因 然而 就在蓝洁英爆料的当年底 他被人发现在自家公寓中去世 年仅55岁 在台湾有一位非常出名的老艺术家 资深女歌手 名叫陈英杰 她发表过海海人生 破浪人生等筷子人口的歌曲 被封为台湾歌坛大姐大 不过这样一位优秀的老艺术家 却被牵扯进了教唆他人 又欠债不还的案件里 人设瞬间帮他 2020年有媒体报道 涉嫌教唆罪的陈英杰出席庭审 爆出了很多事情内幕 2011年因为陈英杰演绎收入瑞减 就找了一位已经认识了十几年的好友借贷 想要渡过难关 当时她与自己的大姐一同到好友家中 以要在厦门举办活动为由 张口借280万台币周转 后来陈英杰的大姐在借款条上 伪造了他们小妹的姓名 并且填上起身份证号码 成功借到了签 没有想到的是 陈英杰一直无法偿还这笔欠款 好友无奈之下 只能拿着借款条将他们告上了法庭 申请对陈英杰小妹的房产进行强制执行 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陈英杰小妹 从马来西亚赶回了台湾 想要救回自己的房子 后来大姐选择投案自首 承认自己冒用小妹之名 借下巨额贷款 因此被判刑一年七个月 换刑三年 而陈英杰却拒不承认 自己涉嫌教唆姐姐 伪造签名这件事 但陈英杰的教唆最成立 她也就被判了刑 同时陈英杰的身体状况 也让人堪忧 她曾中风住院过 虽然现在已经康复 不过身体已大不如前 82岁的宝岛哥王谢雷 曾因心脏问题送医急救 后来一度因为心肌梗塞 被送进手术室 开刀半天才勉强捡回一命 前后共经历三次心肌梗塞 此前谢雷曝光了近况 首度透露自己身上 还有个恐怖引起 他会痛到无法走路 并且猛叹这个病 已经缠身近30年 谢雷自1964年踏进演艺圈 在出道的58年里 出版专辑超过100张 还是台湾第一位 出版国语专辑的男歌手 甚至是全台湾第一位专辑销售 破百万张的男歌手 宝岛哥王的地位不可撼动 但谢雷健康屡亮红灯 1998年在香港红看体育馆 开演唱会时 因心肌梗塞送院抢救 2009年再度因同问题 送手术室 历经11个小时的手术 才减回一命 4.于天 于天是台湾资深艺人 他曾主持过很多节目 并且也很有唱歌天赋 如今依然活跃在荧幕上 事业很成功 他与妻子李亚萍 一共有两个女儿 一个儿子 其中 于燕琪是二女儿 她们一家人感情非常好 去年12月 台媒报道了于天的近况 称她在某节目中 甭溃大哭 引起网友的关注 当天 于天演唱完歌曲后 在与主持人聊天的环节 为患癌的女儿于燕琪祈福 没想到他突然情绪失控 在舞台上泪流满面 哽咽到说不出话来 75岁的于天 在家中是顶梁柱 他和妻子总是鼓励女儿要坚强 为人父母 看到孩子被病魔 折磨得如此痛苦 难免会特别难过 他在现场大哭之后 不断地用手擦拭眼泪 努力平复情绪 5.关聪 提起资深影星关聪的名字 可能年轻的朋友不太熟悉 因为他已经退出娱乐圈多年 不过在70年代 关聪是无限的小生之一 关聪其实也是新二代 他的父亲是著名的 甘草演员关海山 在香港人称瞎叔 关聪在1972年 毕业于第一期 无限电视议员训练班 他在70年代加入香港TVB 成为当年的无限小生之一 1983年 他开始转往台湾发展 在1996年退出娱乐圈 开始从商 从商多年 关聪开过餐厅 珠宝店 最后都失败 他表示 自己曾一度因为生意失败 而心情抑郁 后来和朋友一起做公益唱歌 才慢慢地走出了阴影 现在的关聪 主要忙着做自己的XO将生意 平时没事就打拳健身 活得自在 今年66岁的关聪 至今未婚 但他有一位交往多年的红粉之己 陈淑娟 他表示 自己爱自由 不爱有人管 只要有钱和健康 就能轻轻松松地生活 关聪更笑着说 自己可能饰演了五花和尚 因为一路当和尚至今 但人生只要有个伴 就可以快快乐乐地度过一生 六 李佩晶 月亮女神的李佩晶 以我爱月亮意去走红 那一年 她刚刚二十岁 能歌善舞 算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 台湾地区最红的女歌手之一 当年她的父亲生意失败 工厂倒闭 欠了280万巨款 她不得不放弃学业 进入娱乐圈打拼 赚钱替付还债 然而她却在23岁时 命运发生变化 患上了脊椎肿瘤 随后紧急手术 没想到手术做完以后 整个下半身都瘫痪了 让李佩晶再也没能 从轮椅上站起来 她本来如日中天的事业 也一下子日落西山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父母控告伪造文书 还指控李佩晶利用保险名义 骗母亲盖章 父母几乎将李佩晶辛苦所得的家产 挥霍得一干二净 而在这个时候 她遇见了欧阳正义 本以为是一对恩爱的夫妻 没想到后来李佩晶却发现 欧阳正义背着自己金屋藏胶 出轨八年之久 所以选择了离婚 李佩晶文义一做就是几十年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 但是她的心态却非常的好 她自己也表示过 不会放弃 要更加的努力站起来 7.田文仲 此前田文仲近况曝光 两年前她卸去明星光环 加入快乐巡守队 守护乡里 其最大的心愿让人感动 身为台湾电视史第一个开仙河的配对节目 我爱红娘当初造成的旋风无人匹敌 一播出九万人空巷 家家户户都守着电视观赏 而节目转播的11年里 促成了超过800粒家园 主持人田文仲与沈春华 不但因此闻名全台 更连续两年拿下金钟奖最佳主持人奖 没想到如今81岁的田文仲 所以离开银幕迎接晚年 过上了惬意的退休生活 但喜爱热闹的她 却依然闲不下来 不仅在高雄左营开了间音乐餐厅 甚至还亲自当起邻里纠察队 化身为街坊的守护神 继续用自己的方式守护邻居 为大家带来热闹和欢笑 2000年李少洪筹拍橘子红了 打了个电话打给寇世勋说 有个角色肥你不行 你后天就来盯装 另一头寇世勋在台湾 正好有部戏约 已经谈了90% 可因为合同问题一直没谈妥 于是她借机转头来了大陆 成为第一批来大陆演戏的台湾演员 后来这部戏已经播出 由她扮演的老爷子 就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她也因此被贴上 老爷专业户的标签 戏里她一访多切 左拥右抱 现实中 寇世勋本人一切一切的问题 同样经不起推敲 2010年寻常的一天 寇世勋突然觉得不舒服 大儿子赶紧把她送到医院检查 结果医生看到检查报告 要求她立马住院 后世勋不敢置信 心想我怎么可能有问题呢 真的那么严重 我不可能坐在这里 医生却一脸严肃 你的血管阻塞90% 这是中风了 现场手术做了近9个小时 虽然保住了性命 却一度让她觉得自己是一个废人 如今68岁的她 不得不为了家庭 继续在演艺圈摸爬滚打 一点都不值得羡慕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